好,那么同学们我们往下看 Eleco denied taking it and let Dimitri into his backyard Eleco怎么样,什么拿他 take it,这里就值得烂 并且呢,led,大家还记得那个词吗 能变出来吗 Lead, led, led 领导,引导,带领都是他 这里就是lead somebody一个地点 领着他进了他的后院,没问题 那么什么叫deny 听这个词,deny,deny 抵赖啊,同学们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抵赖 反正先猜在法词,承认 那么怎么说,很好,这个学过了 跟我去读admit 首先我们要记住admit的用法 承认做某事,叫admit doing 这一定要记住,比如diana admitted feeling hurt by what i had said 他承认感到受伤了 被我受伤害了,被谁受伤害 我说的话,这就admit doing 一定记住,承认做某事是经常好的 比如我承认偷了钱,大家一起说 i admit,很好,咱就说现在时了 偷stealing,很好 the money,我承认偷了这笔钱 所以你承认做了某事,我们就用doing admit doing,今天我们来看他的否定 叫做不承认,那中文就叫否认 也叫delight,怎么记得,delight就是一起来 deny, deny,再来一遍, deny 很好,多项啊,那么注意 admit加doing,那否认也加doing 他的用法也是deny, doing something 来看,two men have denied murdering the woman 什么意思啊,这两人到现在为止 一直在否认,否认怎么样啊 杀了这个,谋杀了这个女人 好,那你帮我承认,我否认偷了钱 怎么说,你刚才承认你偷钱了 但是他一直否认偷钱 叫做,我否认偷钱 i deny,外边一家议题是过去 是stealing the money i denied doing something 所以这就是他的唯一的用法 那看看咱们他的邻居是承认 还是否认了呢 aleca denied,aleca didn't admit taking it 那么他否认带走了这个羊 并且让他去他的后院看 于是又见到,刚刚我们见一个 明显的怎么说来了 叫it is obvious that,显而易见 这里叫it is true that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句型 叫承然,确实如此 的确都是他 承然,确实如此 的的确切 这件事真的什么呢 he had bought a lamb 他买了一个羊 他解释道 but this lamb was black 他承然,这里就是一个让步 确实如此 他是买了一个羊 但是这羊呢 他解释道 羊是黑的 所以同学们 我们要慢慢模仿这个句型 叫it is true that 一个句子 后面出现but或者however的结构 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写作技巧 我们第一句叫让步 第二句叫亮观点 比如我想表达电影院 我不去电影院看电影 或者说 我说中国的电影都很垃圾 咱们举个例子啊 都是 那么同学们 我先让一步 是承然 也有一些中国的电影不错 it is so true that some of the Chinese movies are relatively good 确实也不错 however 但是 我是从来不去看的 明白这意思吧 诚然 他是很聪明的孩子 让一部的确 是挺聪明的 但这件事怎么办得这么错呢 那么同学们 在顽形田供中 一旦给你 it is true 比如这么一个句子 后面往往都挖个盖 看你能不能找到语境 这里肯定要叫however 或者but 反正是个转折词 于是这里就是 的确 他 他邻居 之前是买了个羊 但是这羊也不是他们的呀 这是羊人黑色的 lamb was black 一看 弄错了对吧 那么同学们 and he mistaken the black sheep for his own 把他当成自己的了 于是 ashamed of having acted so rashly Dimitch apologized to Aleko for having accused him 所以首先第一个形容词出现 叫be ashamed of 也可以叫feel ashamed of 什么意思呢 叫对什么人们感到羞耻 对什么人们感到海躁 那么同学们 我们先要想知道这个词词 我们一起往下看 首先第一 我们要学一个词词 叫对什么感到惭愧 脸红 内疚 这个词词我们学过 叫做feel guilty about 注意guilty 我们之前学过叫有罪的 他第一 第二个意思 当词阻记 叫feel guilty about 关于什么 而感到脸红 内疚 对吧 惭愧 比如举个例子 我昨天忘了我妈妈的生日 后来现在想起来 I feel very guilty about forgetting my mother's birthday 忘了 忘了我的妈妈的生日 比如他 比如举个例子 还有什么可能很内疚啊 这次考试没过去 对吧 之前 挺内疚的 爸爸这半年 这次考试 就天天送我上学啊 我天天给我买好吃的呀 我也这次 昨天晚上有个古剧 还给我找了个宾馆 但是我没考过 I felt very guilty I was feeling very guilty 或者 I feel very guilty about this 我对此深感内疚 自责 那么当你对一件事情 极其内疚 我们就会用 ashamed 他的意思叫very guilty 所以我们翻译着 羞耻的 害臊的 比如举个例子 你忘了祖国的生日 举个例子啊 比如啊 昨天十月一号 什么什么 不知道 啊 你难道不为此感到内疚吗 Don't you feel ashamed of this 不觉得害臊吗 不觉得丢脸吗 不觉得羞耻吗 很好用的一个词 但注意 注意什么 看戒词 这也就成了考点 feel ashamed of something 比如说 我十次考试都没几个 我这不是脸红了 我这害臊 羞耻 这种东西 那么同学们 I feel very ashamed of myself I feel the shame of myself 对我感到羞耻 这个意思 You should feel ashamed of yourself for telling such lies 因为 你撒这样的谎 你居然敢撒这样 你不觉得 你自己不应该感到羞愧 不应该感到害臊吗 是这种意思 所以同学们两个词组 一个是残愧 一个是害臊 程度上不太一样 feel guilty about feel ashamed of 但我们说老师 以前guilty不叫有罪的吗 那么同学们注意词组 记轻就没有问题了 有罪的词组叫做 be guilty of 那么叫做犯什么什么罪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句子了 今天我们再来看 he was found not guilty of the death of Mr. Jones 他没有罪 对吧 被发现没有犯杀害这个人的罪 be guilty of 对什么什么负责 有什么犯了什么罪 be guilty of the murder be guilty of the murder 犯了谋杀罪 be guilty of 那么同学们反应词还记得吗 innocent 反应词叫guilty you are guilty 你有罪 而he is innocent 他无罪 无辜的意思 好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再来看文章就能看懂了 叫做 ashamed of having acted so rashly 谁要shamed of呢 肯定是本剧的真正主义 Dimitri felt ashamed of having acted so rashly 他感到非常的惭愧 非常的害臊 因为什么事啊 这个行动的如此的rashly 我们叫鲁莽的冲动的想都不想 那么同学们 于是他就向艾勒克道歉 所以这块我们又出现第二个语言点 我们来看act的这个词 什么意思啊 第一个词就是原意行动 比如今天有句谚语 我们叫think well before you act 在你行动之前要好好想 中文的谚语怎么翻译啊 三思而后行 所以act本身就是行动 但记住如果act后面加任何的副词 比如act后面加一个形容词 言外结尾的副词 他就等于behave 他的意思叫表现得怎么样 你的行动表现得怎么样 比如经常爸爸到学校问 我们家孩子学校表现好不好啊 老师说表现得好怎么说啊 he act well 这叫表现得好 表现得差呢 我们叫act badly 很好 哎呦你们家还最近表现得很奇怪啊 天天抱着脚啃 老人这个词叫act strangely 注意都得言外结尾 因为他有形容词行动这个动词 那再来说不要表现得这么鲁莽 don't act so rashly 一定不要用rash 虽然rash是个形容词叫鲁莽 一定加l1 那咱们老说我孩子在学校表现如何 你知道怎么说吗 那怎么说how 对吧 那么 does my child act at school 没问题吧 我需要在学校表现 就等于how does my child behave at school or your child behave very well 表现得非常好 所以同学们这样的话 我们就看清楚了 这个rash为什么加l1 而英文修贵 因为之前表现的heaven蛋 以后我们讲废尾东西 会学表现得如此的鲁莽 Dimitri就apologize 怎么发现呀 道歉 好我们今天重点词主要会 学会道歉原谅 所有知人都出现了 首先向某人道歉 我们就apologize to somebody 中文说我向你道歉 不还得加个像吗 不能我道歉你 那么同学们英文用to 比如说 I think you should apologize to your brother 什么意思呢 我认为你应该向你的哥哥道歉 对不起 我应该向你道歉 怎么说 I should apologize to you 再跟我读一下apologize 但是你apologize没有用 我们就apologize to somebody 如果不加to什么 因某事而道歉呢 我们叫for something 或者for doing something 因做了某事而向某人道歉 比如他因他的鲁莽行为而道歉 自己试试 he apologized 他道歉 因为他的鲁莽行为 for his鲁莽 rash 行为表明词了 behavior 没问题吧 he apologized for his rash behavior behavior 他因为他的迟道而道歉 怎么说 he apologized for his coming late 没问题吧 或者for coming late to school coming to school late 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用名词 he apologized for his late arrival 因为他的迟道而道歉 那么同学们 他因为他的粗鲁而道歉 怎么说呀 he apologized for his rudeness 很好r-u-d-e rude 粗鲁的 因为得加名词 或者不会加名词 for being 或者behaving so rudely 表现得如此的粗鲁 那么同学们 合在一起 我们就终于知道了 apologize 用法一起记 apologize to somebody for something 来个句子呗 我向老师道歉 为什么 因为我表现得如此的鲁莽 那怎么说 I apologize to my teacher for behaving 或者for acting so rudely 没问题吧 句子 好句子 就是这么练成的 好 同学们来看 第二个词 就不用我说了 你道歉 我总得原谅你嘛 不能老记恨着你 随后许说forgive 再来一遍 forgive 他的过去是很简单 就跟give一样 forgive 以及forgiven 注意啊 你give怎么变 这个词又怎么变 它叫原谅 注意原谅某人某事 跟中文不一样 绝对不能说forgive somebody 我们叫forgive somebody for something 就是原谅某人某事 比如我原谅他 就是I forgive him 他的什么样 他的鲁莽行为 for his rash behavior 出来了 I forgive him for his rash behavior 不会就背下来 I forgive him for his rash behavior 来看那句话 I try to forgive him for what he said to me 我试图去原谅他 什么事情啊 一定加个for 他之前对我说的话 我原谅他对我说的这话 肯定说得很粗鲁 没礼貌的话 所以forgive somebody for something 好 那么你看文章中 这句话 是不是就明白了呢 大家看一看 叫做 Dimitri apologized to somebody for doing something accused 叫指控指责 说他向Illaco 道歉 因为之前 只走过他 having done 以后学过去分词 在这里表示动词之前 那么同学们 如果知道了 我们来看文章 最后一段的原点 也是比较多的 好 while they were talking it began to rain and Dimitri stayed in Illaco's house until the rain stopped when he went outside half an hour later he was astonished to find that the little black lamb was almost wet its wool which had been dyed black had been washed clean by the rain 结束 那么同学们 当他们正在聊的时候 于是就开始下雨了 it began to rain and Dimitri stayed in Illaco's house 就在在家 直到语题 比较简单 都学过了 when he went outside half an hour later 半小时 等他出去以后 半小时以后 他出去了 好 第一个词叫做 be astonished 还记着 astonished 什么意思吗 叫吃惊 那跟surprise 什么区别啊 它的意思叫very surprise 我们叫极其吃惊的 它完全等于amazed的 那么同学们 be surprised to do be astonished to do be amazed to do 极其吃惊的 那比如说 听到这个消息 I was a little surprised 有点吃惊 对吧 但是听到地震 死了这么多人 I was astonished 我当时极其吃惊 because it was astonishing news 那极其使人吃惊的消息 所以这个词 注意跟surprise 他当时极其吃惊 吃惊什么呀 be surprised to find 吃惊的去发现 the little black lamb 怎么样 was almost white 已经几乎成白的了 那发现什么 发现 and this person his neighbor was guilty of the theft 确实犯了盗窃 所以他不得不将承认 这个羊是他偷的了 那么同学 那么不是他的财战 那么这个 意思还指三分钟的羊 羊的毛 its woo 那么大家看着什么重句啊 还是定义重句 在羊毛的后面 所以位置还指 the woo 羊毛 had been died black 这个羊毛被染黑了 没有问题吧 那在重句中 大家看 位置在重句中 做什么语啊 是不是羊毛被染黑了 羊毛是主语啊 能不能省呢 这是不能省的 定义重句 连词除非做冰语 才能省略 have been washed clean by the rain 那么这里大家会发现 重句和主句 都特别有意思啊 那被动一探 羊毛被染就完了 还加个形容是黑 并且被洗就完了 还加个干净 那么同学 这叫什么句型 我们来看 这属于英文五大剧型中的 第五种 大家不常见 第一种我们见过 the traffic accident happened last night 交通事故 上周 上 昨天晚上发生 主卫不结合动词的剧型 那么第二种 you look tired 主细表的剧型 第三种 many people speak English I have a dream 主卫冰冰的剧型 第四种刚才看到了 the old man told her story 主卫冰冰 双冰的剧型 再来看最后种剧型 咱们中文不多见 叫做the islanders 岛上的人 painted刷门 咱们中文一般都说 他们刷 粉刷门 但是在门的后面 加一个形容词 这个字叫白色的 就是他们刷门 把刷门刷成怎么样的形式啊 刷成白色的 那么这块为什么形容词 因为它并不修饰 本局的动词刷 而修饰谁是白的呀 是不是门是白的呀 怎么管它叫做主 为 门叫兵 那么这个词是对兵语的进一步补充说明 我们叫兵语补足语 由于兵语都是名词 所以兵补什么才能秀入名词啊 形容词才能秀入名词 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句型 主为兵 形容词 我们叫兵补 一般发现怎么样 它本来 它怎么样 这个时候 这就是兵补了 那么如果不明白 举个例子 兵补是所有的动词都可以接兵补 常见的有这些慢慢会都见过 比如make keep find think name pull hear 和leaf 他们后面可以加一个名词 再加形容词 并不是说的 我吃饭 你不能我吃饭 好 没有怎么说的 那举个例子 i make him interested i make him interested in the movie 我让他 注意 interested 是个形容词 对吧 谁对电影感觉 是我感兴趣 这个电影 还是他呀 他对这个电影感兴趣 所以叫 he interested he is interested in the movie 所以主位并不 我让他 对这个电影感兴趣 你可以把它变成两句话 一句 i make him 第二句 he was interested in the movie 来看第二句 注意它的结构 i find english difficult i think english difficult 我发句 我认为英语怎么样啊 男又是个形容 到底谁男 不是我男 也不是发句男 是英语男 好 来看第三个 i told you to leave my sins alone 把我东西放一边 不要动 alone 是sins alone 独自 没问题吧 好 再来 he often keeps his room tidy 背过这种剧情 他经常保持的房间怎么样 整洁 keep the room tidy and clean 没有问题吧 我们管这些红字都叫 宾语补足语 包括刚才就把房子耍白了 那么接下来注意 我们要学会宾语补足语 但凡含宾补的句子的被动语态 大家试试 我让他对这个电影感兴趣 他被我弄得感兴趣 怎么说 叫做he was made 没问题吧 by me 后面怎么办 记住 必须提前 注意个后面 宾补的位置 原封不变的 抄下来就行了 he was made 百密都可以不说 interested in the movie 那这句话怎么说 我人民语南 English was found difficult 没问题吧 好 我跟你说去 离开这个屋子 对吧 当然这句话就不好改了 因为这里是土渡 咱甭管的 以后再学 对吧 那么同学们 keep his room tidy 怎么说 his room is often kept tidy 没问题吧 好 接着 导人把房子刷白 请别被动 the houses are painted by the islanders white 所以如果明白这个的话 同学们 那就太棒了 我们来看 刚才那个句子就出现了 叫做which have been dyed black 那么这是什么结构 首先dy这个词 不是词 虽然翻译一样 它意思叫染色的染 它就是需要宾补的 叫dye something black 把什么东西染黑 我把我头发染黑 怎么说 I dye my hair black 很好 我把衣衣衫染蓝 I dye the shirt blue 那么同学们 我把我头发染成红色 怎么说 I dye 咱用过句词 I dye the my hair red 很好 我们来分析的句型 主为冰 这叫什么 谁是红的 头发是红的 冰补 好 我的头发被染成了红色 怎么说 my hair was dyed red 不要说to be red my hair was dyed red 没问题吧 好 这两个句型都要会说 第二句我也写出来 被动一探 my hair my hair was dyed red 很好 那么同学们 注意我们今天学的是 冰补的 也就是五大学 最后一注的 被动一探 是比较难的 那么同学们 如果知道的话 我们再来看文章的最后 你就会发现 没什么难的了 最后 说 它的羊毛 这个羊毛 had been dyed black 被染黑 冰补不变 就是邻居把羊毛染黑 怎么说 the neighbor died its all black 没问题吧 那么于是来看主句 叫做 它的羊毛同时怎么样 被洗干净 是不是又是冰补不变啊 是邻居把羊毛洗干净 叫做 the neighbor washed its all clean 把什么东西洗干净 被动的时候 clean 还有原始不变 by the rain 不是邻居是被鱼洗干净了 所以两句话里 从句号主句号 都使用了冰补的被动 可能你能看懂 但是要你写出来 一定要小心 我们再次一体会 its all which have been dyed black have been washed clean by the rain 所以这篇文章 我们就全部说完了 终点的句子 你一定要记住 什么叫做冰补 甚至应该把这些句子背起来 把这些动词 也要记住 以后怎么考 那不好说 你今天需要过一遍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了 并不得被动一探 好了 那么同学们 今天的课程 我们就到这里 下次课 我们要继续Lesson 17 咱们不见不散